全新實境節目 找來五位大明星出任務 那麼這一次呢 要到各村落來擔任實習村長 事情多又很複雜 讓藝人補學亮說 他天天累到腳抽筋 而首次跟姚元昊合作 就鬧出不聞的傳聞 那亮哥呢 也在今天的記者會上坦言 主要是因為姚元昊是一個 完美主義者 他做任何事情都很拚 所以必須要適時的 把他拉回來 換上Polo山 還真的有那麼一點點 村長的架式 全新實境節目登場 這一次藝人們出任務 要到各村落擔任 實習村長 以前一定沒有過過對不對 要做的事情 真的好多又好雜 包括幫忙 通水溝 修燈泡 夜間巡邏 送餐服務等等 起初五個人 還以為只是做做樣子 沒想到任務很不簡單 我現在整隻腳就是 都是跳蚤咬的 去了垃圾山 然後去做了一些 你沒辦法想像的 身上起那個蕁麻疹 對 我全身身上都是起蕁麻疹 你是讓大家出外 停的時候做起很正常 時間到了就真的會想睡 然後天亮的時候 就會抽雞起過來 凡事都追求完美的姚元昊 還因為坐得太拚 爆出跟補學量鬧內訌 不和傳言究竟是真是假 亮哥在記者會上也自爆 確實不和 願姚元昊真的太認真了 要適時的把他拉回來 那元昊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對 傳出跟他不合 我有良性的溝通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衝勁 然後又怎麼講 追求完美 就是完美主義者 他做什麼事情都是拼 就是拼盡十足 都不會累 那我有時候我就想要拉他一把 首次擔任村長一職 五位明星跟村民們之間的 可愛互動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讓人超級期待 今天綜合報導